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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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曾经提供武器给别人 或者帮助别人来提供武器 是否接受过军事训练 武器训练 是否曾经招募或者使用15岁以下的人来参加军事组织作战 是否曾经被逮捕 有犯罪记录 是否曾经被起诉 有法庭定罪 是否曾经被关押 包括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都算 还有什么问题呢 问到申请人是否习惯性酗酒 参与毒品或者色情犯罪 重婚的记录 帮助他人偷渡进入美国 非法赌博或者从中获利 不给家属付抚养费 用欺骗手段取得政府福利 比如说不是公民 自称是美国公民 获得相应的现金的政府福利等等 是否曾经对美国政府官员给出错误信息 是否曾经撒谎以便进入美国 或者得到移民福利 这一点我们插一下 比如说有的人曾经过去申请非移民签证 他有子女或者其他亲属在美国 但是为了签证成功 当时他隐瞒了这个信息 在签证的时候被美国使领馆查出来 所以非移民签证 比如B签证被拒 若干年以后 他的孩子为他申请移民签证 然后因为有过这样的记录 有的时候移民签证也相应的没有得到批准 所以大家需要注意避免这种情况 所以以往在申请签证绿卡过程中如果有问题 在入籍的时候可能同样会遇到问题 还有问到是否申请人曾经被驱逐出境 或者收到过缔解令 如果在美国军队曾经服役也有一些相关的问题 还有针对年轻人 男性 有问在拿到绿卡以后 是否在美国及时在兵役的数据库里面注册 是否支持美国宪法 是否理解忠于美国的誓言的含义 是否愿意宣誓忠于美国 是否在必要的时候愿意拿起武器保卫美国 或者做相关的工作 以上呢 第十二部分 一共有五十个具体的问题 需要申请人仔细阅读 认真填写 接下来呢 第十三部分 是问申请人是否懂得英语 是自己读和填写的申请表 还是由别人来解释给申请人 然后或者带填的 对于帮助填表的人 在后面呢 还需要写上 那么这个第十三部分 是申请人签字的地方 这个N400表一共有20页 申请人在第十七页 第十三部分签字 第十四部分呢 是给申请人解释这个表格的人 也需要留下信息 包括姓名 地址 联系方式 签字 接下来呢 第十五部分 是帮助申请人填写表格的人 这个解释和填写表格的人 可以是同一个 也可以是不同的人 那么填写表格的呢 带填的人同样 需要留下姓名 地址 联系方式 以上呢 是这个N400表 一共的十五部分 接下来呢 还有三部分 是在交表的时候呢 不用填写 在入籍面谈的时候 才需要填写的 具体呢 是第十六部分 是同意进行面谈 在面谈的时候要签字 第十七部分呢 是签字放弃 在美国以外 外国的贵族称号 第十八部分呢 是说宣誓效忠美国 好 那么这个就是N400表的内容 大家看到呢 这个表格还是有很多 重要的信息 需要认真对待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表的一部分内容呢 和目前的I485表 有类似的地方 大家也可以参见 我们此前关于I485表 填写的相关的说明 这个视频 那么如果有更多问题呢 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这个视频 分成上下两部分 这个讲座的题目是 美国公民申请 N400表详绩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